建設發展辦主任陳漢傑表示 有關奧騰海底隧道的規劃 目前已經向中央上報正是等候審批 在具備條件的時候 會透過適當的渠道聽取社會意見 以便計劃得以早日落實 曹永賢報導 陳漢傑在回覆議員梁玉華的書面質詢時表示 為了配合新口岸區和阿馬拉回船處的交通整治規劃 特區政府在05年的施政方針中 提出對加洛比大橋的交通改造展開研究 優化奧騰之間的交通接駁條件 他說當局在06年著手進行 奧騰海底隧道的規劃和初步設計 在同年的4月陸續開展相關的 國際招標和開標工作 由於海底隧道兩端出入口 都需要進行填海造地 按有關規定必須上報中央審批 鑑於中央審批的條件 和隧道工程招標文件中的規範存在差異 所以當局已取消有關的招標 並將按照國家所訂定的環庭標準 修訂規劃和重新招標 按照規劃 奧騰海底隧道以及兩條封閉式管道組成 每條管道為單向三線行車 隧道長約1700米 淡仔出入口位於現時加勒比總督大橋出入口附近 澳門一端就位於加勒比大橋 同觀音像之間一幅前海地段 此外隧道的興建也將會提供有利條件 更好地疏到車輛流通 和舒緩加勒比總督大橋的使用狀況 避免因為交通負荷過重而出現過早的好損 澳門電視台記者曹永燕 到達了